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到了911事件 要应对反恐战争 所以围堵中国的事情就暂时放下了 到了奥巴马政府时代 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实际上这个矛头就是指向中国 那么当时奥巴马政府硕使当时的菲律宾阿基诺政府 对属于中国的南海岛屿搞所谓的国际裁决 当然他们没有得逞 到了特朗普时代 对中国的围追堵截和打压 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先是对中国苏美的数以千亿计美元的中国产品 征收高额关税 接着在全世界围堵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其中华为就是他们打压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但是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到特朗普下台 特朗普就发现中国苏美的产品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在节节攀升 而华为尽管局部业务受到影响 但是华为的整个发展依然十分稳健 许多高科技企业尽管进入了美国的实体清单 但是整个高科技产业发展越来越健康 也就是说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 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拜登刚刚上台就处处针对中国 搞了很多计划 什么基建计划 芯片计划 汽车电池计划 并且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一步施压 前不久拜登前往欧洲召开机器会议 还有北约峰会 那么无论是机器会议还是北约峰会 都拿中国来说是令人搞笑的是 机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 重建美好世界倡议 这个倡议就是说要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让机器各国向世界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那些落后国家 提供数以万亿计美元来搞基建 这个基建计划就在国际上引起哗然 为什么呢 因为国际舆论都看到 包括美国在内 包括它的西方盟友 跟中国相比 搞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说是他们的最弱项 他们要在基建领域跟中国搞竞争 那实在是一件搞笑的事情 看看美国国内以及它的西方盟友 各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和效率 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所谓 重建美好世界倡议肯定会失败 从小布什时代到奥巴马时代 到特朗普时代再到拜登时代 他们的手段越来越狠毒 如局部进入了全方位 如果说在特朗普时代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是无所不用其极 实行极限的施压措施 那么到了拜登时代 我感觉他们对中国的围追堵截 有点荒步折路 漫无目标 这也预示着美国和整个西方社会 对中国的崛起 已经不知道如何应对 有点乱了分寸的感觉 其实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越急越好 中国就越越保持淡定 按照自己的发展战略 到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到那个时候 美国打压中国的这个敌气 也就彻底的没有了 好 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谢谢 谢谢